在最後的10月9號的投票日之前 我們的《蠟新聞152》的節目 我跟我們的團隊仍然要跟各位觀眾 跟所有的各界所關心的人士來說明的是 我們的節目從第一天起就邀請顏清彪 顏寬恆 顏利敏以及他們相關的 甚至於連他們的發言人張宇軒 白喬穎 請他們到節目來 他們都非常清楚的拒絕了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所說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憑有據 我們希望台灣的民主 在一個勇敢的不畏黑道權勢的媒體的文化之下 能夠走向民主大道 但是我要請教朗東的是 你比較年輕 你是近幾年才開始進入政論節目 如果 如果 顏寬恆在1月9號當選 台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畫面 顏家是什麼樣的歡欣鼓舞 所有他們家族所佈置的這一切的案子 恐怕都可以 如入無人之地地完成他們的目標之外 台灣就要由黑道來掌控各個地區了耶 對 顏寬恆如果當選的話 我們現在講這些爭議對他們家來講都是小差一疊啦 你會說說哇他這個沙龍大眾院有多大啊 他這個105號碼頭是怎樣 再過10年之後他家派人出來選總統都可以啦 為什麼會這樣講我們現在監論這些事情喔 很多都不是過去次而是現在進行事 105號碼頭他剛剛飆下來 每年大概5億5億左右一直在跳錢 再包含是他電子游弋場 從過去到現在持續發生 黃昏市場不過就是2015年的時候的事情而已 更包含的是說清泉鋼這事情還沒通過 如果通過的話 他造成的這個地幕變更這樣子一個狀況 還有我們提到的是捷運陣營站啊 現在講到說捷運陣營站 正旁邊的這兩塊地 旁邊都還是山區保護區喔 直接就是沿人咸的這個土地 已經比對出來了 這一連串事情說明的是什麼 大家稍微發揮一點點想像力 就知道的是說 嚴家的傳奇才剛開始啦 他下一步就是什麼 把紅派也吸收嘛 再下一步就是什麼彰化啊 南投全部是他們家的 接下來的話他不只選一席立委 可以選到兩席可以選到三席 甚至接下來成為台灣非常有影響力的 整個政治勢力 所以你會覺得這不是不可能啊 過去大家也沒有想到說 嚴慶彪他可以從地方上面 一個里長相長等級的這樣一路路路走上來 過了20年發展到現在 到了再過10年之後 再過20年之後 整個台灣會被嚴家這種邪魔歪道所把持耶 為什麼我就是邪魔歪道 剛剛前一個小時 寇姊他講的話 其實讓我也是滿感動 因為我是親眼看到說寇姊 從早上那個一早就起來 準備廣播節目 然後每一天下午的時候 認真準備政論節目這些資料 去閱讀這些新聞 對政治人物進行合理的這個監督 是每天這樣做這件事情 嚴家需要做這些事情嗎 不用啊 他坐在那邊 跟市政府勾結 透過濫用他的公權力 錢就從天上掉下來 那是我們納稅人的錢啊 這就是一個正道跟邪道之間的一個差別 正道人士我們是按照規則去走的 我們做合理的這個事情 不會去逾越法律界限 也不會是只要去採灰色的地帶 邪道的人士就是像是 顏光他們這樣一家一樣 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盡量去走法律的灰色的一個界線 如果本來是不合法的 試圖讓他變得合法 用各種的這個權力 讓他變得有利 我們投票去選政治人物 是為人民服務的 不是為他自己的家族服務的 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關於我們現在所講 每個都有評有趣 我今天才發現啊 在立法院公報 二零一八年的這個時候 五月三十一號 嚴寬恒就去質詢王次長 國財就是現在交通部長 他那時候說什麼呢 那時候就說希望是說要編列 這個很多的預算 去處理台中藍縣這邊的 關於一些繼承道路的一些徵收 以前我們看到 那個時候就開始部署 對啊 那時候一時候說 我們看到 那時候看到這個我們不覺得有什麼 我們現在把這些資訊拼湊在一起 這又是類似105號碼頭的翻版嘛 什麼意思 他為什麼特別提到台中藍縣 因為現在很多繼承道路是民間的地 可是政府沒有錢沒有預算去收 所以他就是道路給大家 等於是等於是免費使用 那當然你要幫繼承道路去爭取 這個是你的這個這個權利 很多的民眾也希望說 自己家的繼承道路可以被政府徵收 但重點是嚴寬恒為什麼特別拿這件事情出來講 為什麼要特別提到說對於藍縣這件事情 你現在說台中是要做藍縣 所以那些地上屋要補償給未徵收這些地主 是有一百多億 剩下還是三兆 或是沒有地域三兆之間怎麼辦 所有的地主還是冤大頭 所有的地主裡面最大地主就是你們家 你所質詢你所針對的 你希望去做這些區段徵收的 最大受益者就是你們啊 所以我們再回來去講的是說 為什麼會覺得嚴家這件事情是非常的嚴重 我看到林靜宜我覺得我最感動的這件事情 反而是看到他醫學院時期的那個學生證 為什麼看起來很清純 看起來很溫柔 很多藍縣人都喜歡批評林靜宜說 哇他很兇啊還幹嘛 面對嚴家這種人這種不公不義 面對台灣社會這些黑暗面 真的不像蔻姐不像林靜宜或是像我一樣 不兇也不行啊 因為我們看不下去啊 說實在的很多事情都可以找輕鬆的方法做啦 看到陳柏惟被惡意罷免 我們大家也可以當作沒這件事嘛 就是在這一隻眼逼人就算了嘛 我們要監督嚴家也是可以說不用花那麼多心思 認認真真的每天去研究他們資料 這全部都是公開資料呢 沒有半點是利用什麼爛權之類的去調 什麼國家機器去調到的 這些公開資料拼湊出來他們家的這個事業版圖 然後呢我就因為這樣 事實上這個官司 他就告我英靈文化碼頭啊 他就告我說什麼他家欠債不還啊 這些有憑有據的事情 在合理的政治領域裡面 都應該是他們家先說明 如果他說明得很清楚 我扭曲他 我編造事實 你要告我 你要怕我判我行 那當然這是無所謂 那就是我的錯 沒有啊 我講的都是事實啊 寇姊講的都是事實啊 他記者會從來都不正面 針對這些事實做澄清 然後不斷地去對每個人做人格抹黑 就說你這個人太騙機啊 你這個人是針對他環環圈圈都不針對事實在講話 然後做一支影片把大家的臉都放上去 然後放影片直接的就是 才大祭出的就投投射在這些 可能會監督他的一些政論節目的一些頻道上面 看看希望是不是勸一些人不要出來投票 試圖要說這些都抹黑 哪一筆是抹黑 你就講清楚嘛 我們臺灣社會是可以接受公開理性的討論事情的 沒有你想像的那麼愚蠢啊 所以為什麼會生氣 就是嚴家真的去把臺灣人當笨蛋 一直說什麼 踩在腳下 過去怎麼他們都得票都當選啊 所以真的是選民的智慧啊 過去是大家不知道真相 現在我們把真相選出來講出來之後 大家知道真相了 我不認為嚴家還會得到這樣的一個好處 但是他們這個廣告我再去看 我發現另外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這個可以被摧毀不會被打敗 觀看次數十六萬嘛 那我覺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 按讚數417跟底下只有97則留言 完全不成正比 為什麼我們來做一個對比就知道 本節目 新聞就昨天的這一集 只要十萬喔 因為他們特別比他們十六萬少喔 留言次數已經748折 按讚數2516折 這個是一個比較正常合理的比例 意思是什麼 很有可能他就是買這個觀看次數 找這些網路機器去點 用這個方式去做數據 讓他看起來好像聲勢很強幹嘛的 去扭曲掉真實的民意 如果是真的這麼多人看的話 不會這麼少人按讚 也不會有這麼少折這個留言 這個讓你熟悉一點 網路基本運作就知道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他有錢他有錢買廣告 有錢找公關公司去操作 影片抹黑別人還砸所有的電視台 對廣告為什麼拍一堆他的背影 講得好像我們是他的隊友一樣 然後呢 他就很影響光明的一個人走在前面 哇這樣往前衝 大家看著他的這個背影的話 努力的跟隨去對抗什麼惡勢力 這完全顛倒是非黑牌啊 他本身就是這個惡勢力 然後結果還認為他影響光明 你要去迎戰 他到底要迎戰什麼啊 你先把你家閻人閒這兩塊地 為什麼會在一個色戰效益極低的陣陰路 陣陰在旁邊 就是你們家的地 旁邊還都是保護區 你先做這些事情 做一個清楚的一個解釋 然後你再來跟我講些別的這個事情嘛 然後過去這些事情 我們其實因為是時間有限 沒有辦法一個一個講 可是從他女中艾力的事情 沒辦法解釋 105號碼頭沒辦法解釋 清泉康沒有辦法解釋 電子有一場他當初沒有看見 這一連串的事情 結果他死因在哪裡呢 一開始就是因為罷免陳柏惟開始 那為什麼他罷免陳柏惟 很簡單啊 陳柏惟轉短才做兩年而已 已經有非常多的成績 而且要深受各族群 包含年輕人多人這個喜愛 陳柏惟當初的一個網路聲勢 是遠超過什麼趙少康啊 朱立倫 江啟森的總和 所以對藍營來講 他們非常害怕陳柏惟 坐滿四年的之後 端出成績單 就正正當當的打敗嚴家 那你嚴寬恆或是嚴慶標 你覺得你不想要陳柏惟繼續當選 你就認真做選民服務 認真做到說台中相信都滿意你 用投票的方式去決定勝負 沒有 你就說什麼 他打一千塊電動輸了 他過去呢 有什麼交通這個事故事件 有那個揪案 哪一些十年前的事情 連國中同學都挖出來 用這種高強度抹黑的這個方式 一直放送一直在罵 那罵這件事情 我再問一句 這些跟我們公共利益到什麼關係 跟人家自己涉案的這些電子遊藝場 一流號碼頭 清泉鋼 這些土地的污染 空氣的污染 對於台中的侵害相比之下 你不要說小屋見大屋 這整個宇宙比例細殺 所以我必須要去講的是 這一次的選舉我覺得選到現在的話 其實嚴家已經沒有路了 他這樣大家只要認認真真的 堅定自己的信念 不要再被外面的這些謠言所獲 就去投下這一票 我認為這個勇氣這個改變已經發生 殺戮的這一場 有史以來最多人走到這個現場 讓非常多人看到了陽光 看到了希望 而這個就是過去 大家以為海線只能那樣 沒有啊 海線原本是一個非常美好的地方 是因為長期被嚴家這樣的把持住 讓很多人有話講不出來 我們要的並不是說什麼 這邊全部以後都是綠營執政啊 來人都不要來選 我們絕對不會講這種事情 我們只希望一件事 海線的鄉親殺戮的鄉親 以後再參加選舉的時候 可以大聲的跟競選人喊加油 不管他是藍營的還是綠營的 他不用偷偷摸摸的支持陳柏惟 要寫在手上 他不用說擔心說我今天掛了林靜穎的布條 隔天就有人 馬上就有人打電話去關切 我們只希望是說這樣的一個選舉 這樣的一個政治環境 能夠讓每個人自由自在的發聲 台灣有很多不同的族群 有人先到有人後到 但大家都希望台灣好啊 我們希望台灣這塊自由的土地 這塊寶島 這樣子可貴的精神 能夠傳承下去 自由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你不要受到這些外在惡勢力的威脅 你要支持顏寬恆 是你的這個言論自由 但我們想要支持林靜穎 也是我們的自由 為什麼在臺中 要提到過去 誰要去跟顏寬恆選 誰在地的鄉親 就要受到如此龐大這個壓力 這陣子以來多少人 就說很佩服蔻姐的勇氣 很佩服於北城將軍 很佩服我 其實我們覺得 我們都不是最重要的 我們都不是第一線 真正需要佩服的 是這些在地的這些人民 他們被這些嚴家長期的欺壓 到了現在 終於看到一隻曙光 而他們也願意冒著非常大的一個危險 站出來到昭市的這個場合 站出來投下這一票 徹底的改變台中 被嚴家綁架的命運 講得真好 真正忍氣吞聲的就是台中的 中華爾選區的這一些台中人 永宏 我覺得這個以前人家講說 地方的壞風俗 壞風俗 什麼叫壞風俗 就是說那種選舉的文化 選舉的方式 還有所謂的服務 其實只有百條 我因為我這天 剛剛我們朗東講到說 他的這個 這個觀看數跟按讚數 我看這個就是大概薑粉居多 機器人居多 不過我必須承認我也有看 我其中是觀看中的一個 我要看看說他到底他的CF拍什麼 我必須講我這樣回頭來想我昨天這樣看他的CF 然後剛剛聽了我們寇姐跟我們于北辰將軍所講的一席話 我必須說你們的團隊真的不是一個光明磊落的團隊 剛剛寇姐跟于將軍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為人就是光明磊落 不管今天我做什麼事 包括寇姐過去在媒體 包括他對於不管是民進黨 國民黨任何的人的批評 或他的堅持 包括于北辰將軍過去 他在他任內 他在不管是他在黨務 還是在軍中現在退黨 他對所有在節目上所有事情的評論 我覺得很簡單 就是光明磊落四個字 這非常重要 我覺得今天我先講說 我覺得國民黨是對不起 我們在臺灣這些二代三代的外省人 對不起于北辰將軍 為什麼 誰說外省人規定 就一定要必須是你國民黨的忠贈黨員 誰說外省人 就一定要被你國民黨綁架 我這樣講好了 我跟我老婆都是外省三代 我祖父四九年來 我老婆祖父也是四九年來 而他還從復國島來的 我岳父也是軍人 我老婆的爺爺 老爺都是軍人 我祖父也是軍人 那怎樣 軍人就規定外省人 你一定要是你國民黨的禁卵嗎 我這種成立 我這種是外省 桃園協會發起人 我小時候也是一樣中黨愛國 小時候寫作文 顏匡也沒有多年輕 你也寫過這個作文 我們到成功領域 我還去參加比賽 就一定要講說 如何用三民主義去統一中國 大家都經過那個時代 但是時代不一樣 你沒有覺醒 這是第一個事情 我覺得這 我覺得國民黨我是看不起你 第二個我要講的是 國民黨以前嚴清標是沒有國民黨籍的 但以前嚴清標是被人為是這個地方黑金勢力 就是說我雖然國民黨會跟地方勢力派系合作 但是我不會讓你入黨 所以才會有一個五黨聯盟 厲害了 現在是嚴荒恆是你們國民黨提名的人 嚴荒恆是你們的黨主席 然後你們的盧秀燕市長 一堆人跑去站在旁邊陪同他一起宣布的 這真的厲害了 國民黨厲害了 這個黨林靜宜的宣布是什麼 我們在中職會 我們通過林靜宜徵召 然後林靜宜在外面等 我們徵召通過之後 他進來跟大家感謝 讓他講幾句話 國民黨提名嚴荒恆是所有的大了 要到他們家的服務處去 這個黨真的神奇了 那我就覺得奇怪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到底你為了 你是如此這樣子對待一個中黨愛國 過去的 然後有理念的于北辰將軍 然後你去對一個 去要 去讓他庭權 要修理他 要處理他 然後你對一個地方派系 地方黑金勢力的這樣子一個人 二代公子 然後你去要全黨的大佬 是跑去那邊陪他宣布參選 不是你黨要徵召他 叫他到中央黨部來報告 不是啊 那講回到我們這個中二選區 我剛剛講說光明磊落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他的CF還有他過去以來一直回應到大家 對他的質疑 不管是他本人也好 還是他的幕僚 租隊友給他的建議也好 我覺得你違反了一個光明磊落 這一件事情 第一個他要強調就是說 他如果有任何的犯法 他就會被偵查 就會被檢調去問 他說有嗎 表示用這個來反證他沒有犯法 問題是大家不是在說你有沒有犯法 你事情你到底合不合理 犯法跟違章有一段的差距 就好比說我們在講這個豪華莊園 你佔領了你佔據了這個國有地 這個國有在817的這個這個豪華的招待所 你佔據國有地的部分 佔用國有地的部分 你一直叫你還你不還 那個就是違法 但是在你沒還之前 你有任何的方式 他可以叫你補照啦 幹嘛補申請 那個叫做違章 違章跟違法之間有一段距離 不是說你違章就不等於不違法 而是本來就一個程序上的 我覺得你沒有講清楚 第二個 當初你是故意用一個良民證 大家記得嗎 在罷免的時候為什麼 因為他凸顯說 你看我是良民 不像陳柏惟 他還有一個前科兆陶 無聊嘛 你就不夠光明磊落嘛 那如果要這樣子的話 那你乾脆把祖宗八代兄弟姐妹 都講出來好了 那是不是你們全家都有良民證 那良民證是什麼 大家我相信在座 大家都申請得到良民證 重點是大家沒有那樣子的土地 大家家裡沒有那樣子的 你覺得臺灣人會去質疑張忠謀 你是怎麼有錢的嗎 不會質疑張忠謀怎麼有錢 會質疑任何一個科技公司的大老闆說 你是怎麼有錢的嗎 不會質疑 但為什麼會質疑你們家 原因是因為 說實在你要告訴我 你們的生財之道是 什麼 你要告訴全臺灣人 是因為你們很會蓋房子 你們會做土地規劃 還是你們會做生產 這個電子科技產業的產品 我覺得這可以說清楚 但你選擇的是沉默 你的團隊選擇是沉默 我覺得候選人不一定要自己講 但是發言人要出來講 so far發言人講過幾次之後 就躲起來了嘛 一個有的發言人的系統的人 然後自己偶爾 其實有點常講錯話 然後又不讓發言人出來講 這個是有點奇怪 再來不是說有一個好爸爸 或者有一個不好的爸爸 是你的錯 當然不是啊 但重點是有一個好爸爸 有一個有錢的爸爸 他來栽培你 然後因著你的什麼樣子專長 所以你要出來做民意代表 替大家服務 有人會講說 你看這個蘇貞昌女兒也是立委 你看這個蔡啟方的兒子也是立委 不好意思 人家台大法律系 我們都還沒有去質疑你的學歷 美國的學歷 如果像 因為現在大家已經太多質疑 沒有質疑你 如果再來檢視你的學歷 我們就要問了 那你去美國念書 到底你的托福考幾分 你的GRE考幾分 趙商商最近不是針對大家回應 他還要去講說我當年GRE考幾分嗎 那大家現在還沒有質疑到你這一塊 再來 當然你可以去護持廟宇 我用護持 任何人都可以護持廟宇 但是我們看全台灣 有哪一間的廟宇 他的這個財產申報是四十年如一日 連各位書都沒有變嗎 尤其那是一個大家都會去的 不要用這個來綁架大家 為什麼說綁架 因為每一個人 我們是去拜神明 去拜媽祖 不是去拜哪一個民間的凡人 不管是誰做董事長 副董事長 那我覺得地方長期以來 就是在這種人情的包袱 威嚇恐懼之下 才會發生說為什麼這麼多這麼多年 大概都是選我啊 然後才會發生說為什麼林靜宇去選 或者過去陳柏惡去選的時候 大家都要近身不敢講話 世凱更慘 還要穿防彈衣 這是一個很扭曲的 我講一個例子 我們那時候有地方的記者 就是剛好那個有個媒體 網路媒體寫了一篇跟他們家有關的報導 那當然那個地方的記者說不是他寫的 但他只是他講了一個很奇怪 他說他覺得這個社會病了 他說是不是我寫的不重要 重要是我身為一個記者 如果是我寫的 我需要接到這麼多被關切的電話嗎 這才是重點嘛 這個社會這個地方是不是病了 是因為老百姓病了 還是有人讓這個地方病了 這個是我們要導正的嘛 為什麼每一個人都要心懷恐懼 這個才是問題嘛 就是大家在做什麼 你會送的喔 你會說不到了 所以我可以做什麼 所以我可以做到 我覺得你做什麼 這是什麼 就是你們